各位兄弟兄姐妹你們好,主祀福大家 我們今天繼續有這個Zoom的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仍然是在講聖年充滿,以及如何追求聖年充滿 而我們剛剛在講到怎樣經歷聖靈的方式 現在就說出以賽書61章1到3節 我如何經歷神的醫治、安慰 以賽書六十一章一到三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差異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德釋放 被囚的出監路 報告耶和華的恩怜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賜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喜樂由代替悲哀 讚美伊代替憂傷之靈 我們之前已經說了一半左右 現在我們剛剛開始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這裡講到神會如何真實祝福人 就是會安慰悲哀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一切悲哀有情緒問題的人 不開心的人 神有這個能力的 神有這個能力能夠 醫好一切傷心的人 前面也有講到 猜獻我醫好傷心的人 OK 這裡安慰一切 其實他的猜獻一直繼續下降 猜獻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德釋放 秘囚的出監路 還有去報告 告訴大家這是爺華的恩年 詩恩的一年 還有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神伸冤和爛了惡人 懲罰本教惡人的時候 還有是會跟從他的人生冤的時候 然後就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神是會安慰那些所有憂傷的人 由這一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我們看到神的屬性和恩典是什麼 大家都可以嘗試說一下 大家看聖經的時候 都多去思想神的屬性和恩典 我昨天說到為什麼我們要去認識這件事 因為當我們知道神多麼美善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神有信心 就好像我這樣 我經常都很喜歡神 因為我記得祂所做的一切 我經常都放在心中 我經常很欣賞、很歡喜 因為我看到神的美善 我看到神的恩典 恩典就是祂為我們做的 賜給我們的恩典 然後就是祂的屬性 就是祂的本性是很美善的 祂本性是祝福人的 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當我們明白神的屬性的時候 就會對神更加有信心 更加放心 在神的手中 譬如大衛曾經神問祂有三件事可以懲罰祂的 祂最後選擇瘟疫 祂說在神的手中是最好的 雖然神的懲罰祂是很重的 雖然神的懲罰是很重的 然後大衛呢 你又可以說祂知道神是心軟的 祂又建了一個祭壇 然後神的懲罰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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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停止了 你只是看到在神的手中 神總是有恩典的 所以當我們跟從神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害怕 有些人很害怕的 怕神弄祂、弄祂、弄祂、弄祂的懲罰祂的 這個真是很冤枉神的 神是不會弄祂的懲罰祂的 神是時時去欣賞人提升人 是祂懲罰人的時候 是當人不聽話的時候 神就會懲罰了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知道神的本性 就不會對神有懷疑有擔心 好了 現在我問大家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我們看到神的什麼本性 以及祂的恩典呢 神有憐憫 神有感情 神有憐憫 神有憐憫 我們可以直接想到 祂有憐憫所以會安慰 你最好在說的時候也會說 神有憐憫所以祂會安慰人 但是你先說到 神有感情和安慰有什麼關係呢 請你說一下 如果祂能夠安慰人 祂能夠感同身受 祂能夠感受到你的難受 祂才能夠安慰你 所以祂是一個有感情的神 還有智慧 祂也有智慧的 祂也有智慧的 祂才能夠安慰你 是嗎 是的 非常好 非常好 你學得很快 很快 因為這個教導不是 我很少聽到人這樣說 很少聽到人說 神真是美善 祂的本性很美善 神學院的時候說到神的屬性 不過祂出了神學院 就好像跟我們無法安慰 還有普通說神的屬性 只是說一些 好像一些 一些客觀的事實 就沒有將祂擺得很感性和和人 很有關係的方式 OK 好 非常好 還有祂有能力 其實我們想到本性 祂的屬性 一方面就是祂的本質 另一方面祂有能力 祂有能力安慰人 譬如說 如果我們靠自己 不是有神的能力 祂安慰人真的很難 那個人很傷心很傷心 我們怎樣安慰祂呢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神有能力 有很多人說到 他們經歷聖靈 臨在祂身上 即時覺得很大的安慰 就是神有這個能力 好了 那恩典呢 恩典這個經文已經說了 不過大家都可以再 將祂 形容那些細節出來 形容那些細節 祂安慰人的時候 祂會做一些什麼工作 所以能夠安慰人呢 其實我們凡是所有的教導 和應容我都盡量有細節 將它拆開 那我就更加欣賞神 還有更加知道怎樣得到神 完全的安慰 OK? 有沒有人想到 神有什麼恩典 跟這個有關的 我自己說 第一就是神安慰人 神安慰人 到底祂有什麼工作做呢 祂怎樣可以安慰到人呢 那就是神去做這件事呢 就是神的靈能夠進入人的心中 祂能夠去到我們受傷的那個位 祂去到我們受傷的那個位 祂的同在 會在我們受傷的那個位 去安慰 帶來一種安慰 怎樣做法呢 我們人是不能夠明白的 就是神的同在 祂會做一件工作 是我們人不能夠明白 怎樣去安慰一個人呢 神是能夠做得到的 祂會來到 祂知道這個人在哪個地方受傷 哪個地方不開心 神就會來到祂這個位 在那裡 懂得用適合祂的方法 去安慰祂 神臨在的時候呢 就將祂這些的憂傷化解 並且神是會做另一件事呢 是會教導這個人 如何以後親近神 依靠神 放下人對祂的傷害呢 就會可以繼續得安慰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時候很多人呢 經歷到神的安慰之後 就沒有去繼續去保持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當1998年安卡羅報道家 為我按手祈禱的時候 經歷很大的愛 神就觸動我的思想的回應 就是我當時很大的愛 但是我就說 哇 原來神可以這麼真實 臨到人身上 我很想保持神這種愛 這個就是神激動我的思想 我要去決意 以後都更多親近神 第二呢 就是另一個意念入我心 就是說 安卡羅可以做 神允許我們教徒 都可以為祂做大的事 所以我就說 我都可以的 我只要有這個心 所以神在當時激動我兩樣東西 第一呢就是說 就是繼續保持跟神的關係 第二呢就是追求聖靈充滿 還有怎樣的方法去幫助更多人可以經歷聖靈 那這個就是神激動人會有改變 不過有很多人呢 他們是靈與魂的思想 各方面是不整合的 就是很多時候人是 比如思想有時候混亂啊 思想沒有動力啊 就是有各種的障礙啊 有些人有讀寫障礙啊 就是他不能夠整合他的思想 這件事神都可以醫治的 不過很多人呢 信耶穌和經歷耶穌的恩典 經歷聖靈之後呢 是沒有去整合 所以我有時候我會有一句說話說 就是說什麼呢 我們經歷聖靈充滿 要去到我們的mind 我們的思想 就是不要只是靈經歷 我靈經歷之後 那我以後怎樣做呢 那我怎樣保持呢 就是我們的思想 將這件事去平衡啊 就是說兩樣都有發展啊 靈與魂 思想意志感情都去發展 那我講出一個實際的情況呢 就是呢 與我同時 我的教友去經歷聖靈 是我帶了一班去的 那就每個人不同的 就是回來之後每個人不同 有些呢 就保持 有些呢 有些呢 很快已經不保持 還有有些呢 有些呢 還說一些 很 就是 顯示他 不太明白神的工作 他有人說 哦 那我就跌倒了 就是 他完全不說得出 他當時的任何經歷 或者他的平安輕省 他一點都沒有留意到 他的思想上 他不懂得去 去 欣賞 去感激 去將這件事整合 還有他聽到我們很多見證 當時我們教會很多人見證 就是講到怎樣經歷聖靈 有些就是去過聚會 有些就是回來之後我為他祈禱 他的經歷 有些他為人祈禱的經歷 就讓我們看到 哇 真是有些人呢 他的心很感激 但是感激 是不是進入他的思想呢 又是另一回事 就是感激之餘 是不是真的會繼續去追求聖靈充滿 還有運作 在聖靈充滿之中運作是不是呢 那我發覺呢 有很多人都沒有的 那就是說 他只是一個經歷 他沒有進去他的心 他沒有進去他的思想那裡 真是說 哇 神這麼好 我就以後保持了 那說到很多人呢 心靈醫治呢 因為他們 只是在一個經歷 一下的經歷 他們就覺得很好 很平安、很輕鬆、很喜樂 但是呢 他沒有去保持 他沒有去分辨到 他的問題 一部分是因為他少親近神 第二部分呢 就是他少處理生命 他吃很多垃圾 那麼他呢 不懂得分辨 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心靈醫治 是需要整個人去配合的 整個人的思想、意志、感情和靈去配合 那我講一個經歷呢 我就曾經有參加一些聖靈的聚會 有一個聚會是很強調釋放的 很多人釋放的 那我就去到看到有一個同工 這個未必是瘦身同工 可能是自願同工 因為他有時看到他 跟他們搬搬台台啊 做些事情啊 所以我知道他們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參加者 那我就 後來在祈禱的時候呢 我就發覺他哭得很厲害 就是我認得他的樣子 哭得很厲害 那我就 哭也有不同的 有些人哭得很感動 有些人呢 是哭得很淒厲的 他是很淒厲的 那我 後來呢 我就沒有去參加這個聚會 過了兩三年之後 我又去參加 我發覺這個人 又是哭得很淒厲的 那我就說 哇 兩三年之前這麼淒厲 現在也是這麼淒厲 可能他說 哎呀 即是可能啊 他說呢 或者我老公真的很差 我天天受很多傷害 我覺得 他除了說他靈裡面的釋放 他需要學習 我怎樣不要吃老公的垃圾 即是他既然有問題 我不要吃他 有些什麼傷害 我學習以後不要再受 那我就發覺 有些釋放的人呢 他們缺少了一件事 就是教導人 他的生命裡面 他的思想意志感情 怎麼處理 讓他全人去處理 不要只是 經歷了聖靈就算了 那就先會帶來全人的醫治 那其實我自己是 現在很想去幫助一些人 那有些人就說 那些在吃藥那些 那些 已經有抑鬱症那些 那些是 沒有得醫的 一輩子都要吃藥的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懷疑這件事情 我 我希望我們中間有些人 在這個情況的 你告訴我 我去幫助你 一直到你釋放為止 那我就說一說我的方法 因為這次我們講到安慰人 那我就說到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這個方法 我主要用的方法是這樣的 第一就是他學習親近神 而親近神的時候他留意 親近神的時候 不要只是 以我 這麼說話 是愛慕神 歡喜神 還有宣告神很歡喜我 相信神很歡喜我 這一點很重要的 因為有些人 祈禱 經常覺得 神不喜歡我的 我自己很慘 很慘 整天都覺得自己很慘 那他祈禱 不得力的 但是他在這裡祈禱 深信神很喜歡 神很歡喜 所以他現在很開心 他就每一次親近神都開心 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每次親近神 我知道神歡喜 我就開心 聖經說了 我們真心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神一定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所以我就很深信 那我人就會經常都保持 一個喜樂的狀態 這是第一 就是從祈禱得力 而以往的內疚 那些就需要釋放 因為耶穌已經說了 射免我們的罪 我們不需要再為這些做錯的事情 內疚了 另外就是 清理垃圾 就是人的傷害 有耶說 幫助我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詩篇118篇第六節 就是神幫我 人能把我怎麼樣 我不用怕了 所以我不用吃人的垃圾 羅馬師第八章 說到 敵黨神所揀選的人 沒有人能夠敵黨我們的 我們做神的工作 沒有人能夠敵黨的 那我們就深信 不好的人 罪人不能夠搶走我的恩典 而我接受 罪人總是會繼續傷害人的 罪人是不能夠停止傷害人 因為他的罪性 他會繼續傷害人 就算是基督徒 我們也會偶然傷害人的 這個就是我接受 所以就算有 有不信的人傷害 我就會接受 這是一個他的本性 如果基督徒傷害 我也會說 這是有時候他的脫流 或者他自己沒有學習到 怎樣和人相處 有傳導人 那我又接受 有時候他緊張 他有壓力 所以他也會有時候說話 很衝動 有時候說錯話 人人都會說錯話 我接受 接受 接受不代表我看下他 我只是接受 他有時候說錯話 我不用這麼在意 那我的心就介意 放手 那另外我就 第三點就是 處理和他的關係 怎樣相處 就是每個人不同 有些人能夠改 我可以慢慢感染他 有些人不改 我只能夠接受他 那就是三方面 一方面同神得力 第二方面我不要吃垃圾 所有人的傷害 所有在我身上發生的不好的事 我全都放手 第三呢 就是我怎樣處理這件事 還有我發覺 憂鬱的人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整天自己控訴 哎呀我又差了 我今天又發作了 我又不開心 那我就跟他這樣說 那我現在說的 希望大家都留意 因為你可以幫助自己 幫助人 我就跟他這樣說 你已經發作了這麼久了 那你今天發作不出奇的 就是不要看得這麼嚴重 只要我們逐步改善就可以了 就不要這麼控訴自己了 就是我已經在這個軟弱之中 自然會發作 那我最主要就是 當我發作的時候 我是不是繼續控訴 控訴呢 就是加強那個問題了 但是不是控訴 就是說呢 我可以用一個正面的思想取代 比如說那個負面思想 就是說 你沒有用啊 你不會改的了 你不會治得好的了 那我們就說 我都試過親印成 那時候好了一點 那就是我會繼續改善 所以我是會改善 我不會停留在這個狀態的 那我們的心裡要深信 就是說那些負面的聲音 可以來自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罪性也可以來自 魔鬼可以來自我們的習慣 但是呢 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們就用聖經否定他 神是能夠醫好一切傷心的人的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的 所以他可以醫好我 安慰我 那我就可以放手了 那另外呢 就是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就有他意念了 你又沒有什麼用的了 你做什麼都不行的 那我們就怎麼回應呢 我逐樣慢慢學 我慢慢學 我慢慢學就會進步的 那總是有一個正確的方法 譬如有一個意念 你又說錯話了 好了 那我知道什麼說錯話了 我就取代了 我將來我盡量留意 不要說錯話了 有時候有些不自覺 不能控制的意念 或者夢境出現 那我們有些呢 我們就不用揹上身的 就是說 不用說 我今天又有什麼發作了 又有這樣的意念 最主要就是一天有意念 我就馬上處理了 那我都會告訴大家 沒有一個人是沒有 完全沒有罪惡的意念的 就是我都會有的彈出來 不過問題我是 一秒鐘處理 幾秒鐘處理 幾分鐘 幾個字 幾個鐘頭 才處理呢 那我是選擇 有時候會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 負面的思想出現 我也會有的人 因為我們有罪性 我們不會由早到晚 全部都是正面 那我就選擇 當我有這個意念的時候 我不會一直打自己 罵自己 為什麼會想這些 我立刻 求主射臉 立刻取代 用聖經的觀念 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但是因為很多憂鬱的人 他是習慣性地 他思想失控 他的情緒失控 他就是我失控的了 我是這樣的 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 用正面的思想 也可以搜集這些正面思想 寫下 我記屬這些正面思想 那我有些經文就是 正面思想 待會我傳給大家 說到怎樣 親近神神一定會歡喜的 我們遵從神神一定會歡喜的 還有神怎樣幫助我們 安慰我們 這些正面思想 就會幫助我們得意志的 那這些就是我們搜集了的正面思想 我自己是習慣 經常在一個正面思想的狀態 這樣我就不會被這些負面思想影響 就是我習慣的思想是正面的 但是有些人他們憂鬱 習慣了 他們就覺得 必然的人對我不好 當然是生氣 這個是謊 來的 不是一定要生氣的 他不好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拿屎上身 我可以不計較 他罵我 他罵我的說話 不會真實應驗的 只要我不要相信這句說話 不要因為這句說話 發怒 我們發怒 就反而應驗了這句說話 我不用發怒的 不用在意的 就是有些人瘋狂的 他罵你 我不用跟他辯論 我不是瘋狂的 譬如有些人瘋狂的 我不是瘋狂的 我不用跟他辯論 我不是瘋的 我不用跟他解釋 我自己知道我不是瘋的 這就是思想上的改變 我今天有一些教導 就是怎樣呢 這個經文 我們講到經歷聖靈的時候 會經歷神的醫治 內心世界 我今天就把這個拆解 這件事不只是靈的醫治 也有包括思想的醫治 情緒的醫治 以及記憶的醫治 我們盡量記得多些好的事情 那些不好的事情 我們知道發生過 但是我們不需要不斷反 就是不斷去想來想去的 不需要不斷吃垃圾的 發生過的事情 我們都不能夠改變 我們只能夠改變 我們對於發生事的看法 我對這些事情放手 好 好了 我剛剛講完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回應呢 就是說 我有這個情況 我怎樣可以處理呢 還有我就想有些人 你真是說 我想成為你的幫助的人物之一 我現在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脫離這件事 我會抽我的時間 去跟進你 去幫助你 直到你被釋放 一直被釋放為止 我想建立一些證據 證明 耶穌是真的能夠醫治抑鬱症 我真的不能夠接受 醫生說 你一輩子都要吃藥 我覺得 我不是叫你一下子停藥 是慢慢減藥 當你改善才好 改善的時候逐步減藥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 分享 簡單的分享 有沒有 護士 我想請問你 譬如有一個很傷心 或者是有些說話 是刺激到他 他受到傷害 但是傷害他的人 是他很至親的 譬如有些人的質素 其實有些說話是影響不到他的 那些就是可能是一個普通朋友 或者是自己 但是親人呢 同一個說話 對他的受傷是不同程度的 是不是都是用你剛剛的方法 就是開解他要親近神 去從而去理解他 跟著就是用處理的方法 是不是都是用這幾個步驟呢 我自己就覺得是的 其實傷害多數都是最近的人 那些傷害才是會長久的 所以我也是覺得是這樣 我用一個具體的例子 譬如有人的丈夫是真的 經常操狂的 經常罵人的 或者是喝酒的 或者是 行為很差的 那很簡單 首先我們去接納他 我們知道你很辛苦 你面對一個這樣的人很辛苦 那我們就 就是在這個輔導過程 我就會了解 就是了解 有時候這樣的 雙方都有責任 但是我們不是很 好像揍爆他 我們只是說 好了 當他發脾氣的時候 你會怎樣呢 他怎樣發脾氣 他發脾氣的時候 你會怎樣呢 有時候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例如他又爆發了 他又很生氣了 所以他首先處理自己的怒氣 因為他爆發 對方又更加爆發 這個就是他內心的處理 另一件事我會問他 我說 他有這個情況多久 他容易改 有些人會說 很多年了 我認識他這麼久都是這樣的 他改不了 那既然改不了 那我們就不要期望他改得到 只能夠真的 就是turn off 其實在我人生中 我真的經歷過這件事 我真的turn off 有些人很接近我的 在我周圍 說一些傷害性的說話 攻擊性的說話 批判性的說話 我一邊聽的時候 我一邊說 神不是這樣看我 我真心做神的功的時候 神不是這樣看我 我不需要介意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但是我情感依然會有時候影響 那我就去讚美神 耶穌保守我,祝福我 讓我心輕省 那我知道這個人是 持續都會這樣的時候 我對他期望會減低 我不會期望他變成一個溫柔的人 但是我會欣賞他有好的地方 但是我不會期望他 完全沒有他的問題 那我也都會想一下 如何避重就輕 就是不要觸碰他那些地雷 就是什麼令到他不開心的 令到他爆發的 那些我就不要觸碰 由得他 他是這樣的 就是很難和他理論的 就是各樣的智慧各樣的方法 當他有爆發的時候 我可以看著他 但是我的心就不生氣 因為我簡直是不光 我不受落他罵的事情 我真的這件事我做過很多次 看著他人一邊罵我 我眼看著他 我一點都不生氣 因為我根本沒有受落 那這件事是需要學的 OK? 那我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呢? 都是基本上用回以上的方法 又說多謝牧師 好 OK 其實有時候那些越近的人 就越難處理 但是也都越需要處理 如果不是每天受傷 就像我剛才說的那個人 在那個釋放機構 幾年都是這樣 每次都哭得這麼淒涼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他很淒涼 當然他哭的時候覺得舒服 不過 為什麼他學不到這件事 我也問過一些人 他們有些機構是專門做釋放 我發現他們很多 只是做釋放 很少做輔導 甚至有些說 我不相信輔導 輔導是一種 屬世俗的方法 聖經都有輔導 輔導意思就是說 我引導他 讓他知道這個需要改變 引導他逐步逐步改變 有屬世的輔導 有屬靈的輔導 我在靈裡面用神的方法 聖經的話語都是輔導我們 所以我自己真的不覺得 輔導是甚麼不好的東西 有時有些世俗的輔導方法 有些都是可取的 我們不是說 他一套全部都取悅了 譬如他聆聽人 回應人的感受 接受一個情緒有問題的人 他不是這麼快改變到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 明白和接受的理論 還有一個我也常用的ABC理論 但這個理論其實在聖經都有的 這個情緒管理的ABC理論是甚麼 A就是一個引發的事情 B就是信念 C就是後果 就說到有件事發生 譬如兩個人有癌症 他的信念 譬如兩個都是基督徒 一個信念就是 不要緊 我就快去天堂 神醫好我就得醫治 我感謝神 神醫好我就去天堂 另一個信念是甚麼 我做了這麼多年 事奉神 我應該神不會認同我癌症死的 神你真的搞錯了 神你真的不公平 有些人真的會埋怨神 兩個信念不同 第一個就會很平安 我去天堂很開心 你們不用為我傷心 我去到那裡就很開心 還有現在醫藥 是可以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當人很痛的時候 他是用孖啡的滴針 第一就是可以吃孖啡 第二就是滴到血裡 他變成好像半昏迷狀態 是沒有了 痛楚的 所以就算很痛很痛的癌症 他都可以沒有痛楚 即是他可以一個很安然的狀況 離世的 但是另一個人就一直憤怒 甚至對神發怒 就影響他從神得福 所以這個信念 這個信念也是我們可以用的 是世上的輔導 他們的理論 這個管理情緒的ABC理念 聖經也有 有時候幫助我 我必不懼法人能把我怎麼樣 他就是有神幫我這個事情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就是一個信念 人不能傷害我 所以後果 情緒就是我必不懼怕 聖經也有這些 你的信念是改變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情緒反應 OK 好 有人有問題想問 A是什麼? B是Believe C是Consequence A是什麼? OK 我才想問 應該記得 一下 我想問一下 那個英文 是不是背景 中文A是什麼? 我想一想 不重要 中文A 大概是什麼 就可以 它就是引發的事情 哦 引發的事情 是這樣 好 我找到了 我想問一下,如果那個英文我不懂得用中文呢? 就是要明白一點? 你總之要引發的事,引發的事件,A就是引發的事件,B就是信念,C就是後果 好的?還有沒有人想問? 我剛才都聽到,有些我認識,有些人幫助我,我逼不去拍 你重複了,我要更加深刻一點,但是有些都不是很… 有些可能記者都沒有這麼多,你可不可以… 有沒有想你重新講一次,這三個點? 你講怎麼處理? 是的,譬如說有時候那些意念不好的又出來了,怎麼直接處理 是的,第一就是神的同在,親近神,經常深信神的正確意念 神就是祝福我們的意念,充滿這些意念 第二就是不要吃祂的垃圾,祂告訴我們有什麼不好的事 祂做什麼不好的事,我不用受落,神不會因為祂而拿走我的福氣 第三,我都要學習處理那件事和祂的關係,因為那個人相處 我們都要繼續處理的,不是代表我們處理的時候,有時候被重就輕 有時候有些人接受到我們逐步引導祂去怎樣放手,不受影響 我們都是要找到一個方法和相處的,有些人是容易激怒的,我們就不要激怒他 有些政見不合的,他經常都是這樣相信,跟他爭論都是多餘的 越爭論越爭論 如果譬如說那個人呢,同時大家可能那些言語都有些需要改的 但是我又想再和無相處,再想溝通,但是令到我是有些,不知道他想不想啊 我都覺得他有點悲哀的,譬如說,那我應該怎樣,我講不講我內心那個,他誤解了,誤解了,誤解了 有些人可以說,有些人可以說,有些人可以說,有些人可以說 我們要分辨的,即是說有些人說了,還爆發更嚴重 你還要說到什麼程度呢,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說的 你都可以有正面和負面的說法,什麼叫負面的說法呢 你這樣說我就很生氣了,你這樣傷害我,我很受傷了 這是負面,即是你做錯了什麼,正面的說法是什麼呢 不如我們嘗試這樣溝通好不好,我也很想聽聽你,有些什麼想我改的 你告訴我,這個就是正面你做什麼,負面就是你不要做什麼 你做什麼你就傷害我的,即是那個變了,他可能不受得住 不受得下,我們這個分辨的,有些人真的難於相處的人 我們可能只能夠接受,他就是這樣的 這個方法實際上是很多元化,根據每一個人不同 是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因為這個太多元化了 所以你要很指明地問我,才能夠指明地回答你 即是怎樣跟那個人溝通,這個是真的沒有一個容易的答案 我剛剛在群組發出了A,有時候有不同的字眼 有時候是adversity,有時候是activating events 就是a,b是believe,c是consequence 好,還有沒有人想問嗎? 異牧師有問題,想請教一下你,你會怎樣去 就是去回應一個人呢? 他的情況是這樣的,譬如他陷入抑鬱 主要的事件就是他去以色列宣教 他看這件事件,他相信是神的工作 然後在那個旅程當中,媽媽就因為有些事過了身 所以他就不能夠陪伴最後一刻 他就,完了這件事之後,他就會好 他不單止陷入抑鬱 我相信他也是生氣了神的 他不能夠接受安慰,抑鬱的時間是很長 面對這些情況,我比較理解他的情緒就是他會覺得 為什麼神,你不能夠去保護我家人,我正在做你的工作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 就算身邊的弟兄姊妹可能對他作出安慰 他不能接受安慰 他會覺得有些安慰的說話反而好像難聽過粗口 是的,有些人很努力安慰 但是這個安慰反而出現一個反效果的 對當事人來說 你會怎樣去幫助這些狀態的人呢? 因為他已經生氣了上帝 這樣吧 好的 這種情況,我會首先是靈性他 告訴我 你那種內心的感受 或者你現在對神的看法 我會問他,你想不想改變這件事 為什麼呢?他有力去改變,想改變是最好的 譬如他說,我也想的,不過我想不通 這樣就很簡單 譬如他說,我不想改變,我會一直生氣神 我想很少基督徒會這樣說 我會選擇我一直生氣神,我覺得神是很不公道 神是很不好的 對於神的形式或者神以往做的事 可以說是完全負面的 有時候我們可以問他 你有沒有想過神以往對你做過什麼好的事 他也說得出好的事 不過他說,我不能明白現在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好了,當拆解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要問他,最好就是用詢問的方法 譬如他媽媽是否信耶穌? 是啊,他媽媽信耶穌 OK,媽媽信耶穌 那我們就可以問他媽媽現在在哪裡 你覺得他媽媽現在的心境會怎樣呢? 他都會知道媽媽現在很開心 天堂很開心 而我能夠引導他讓他知道是他傷心 因為他失落他媽媽 他覺得神為什麼不保守他媽媽 讓他回來呢? OK,首先就是說 一個人早死是否一定不好呢? 他媽媽早死是否一定不好呢? 對他來說是減少在世上的困難和痛苦的日子 所以未必是不好的 不過他來說,他就覺得很失落 他看不到他媽媽最後一面 或者為什麼神不保守 其實他有一個觀念 神的保守代表人不會早死 那這個觀念呢 可以說是不是聖擊的觀念 不是神一定的 祝福就代表人不會早死的 就是好像聖經師提反 他很快就死了 很快就被人殺死 那是否代表他一定是很慘呢? 其實他不是很慘的 他是有永恆的賞賜 他對於萬世的人也有鼓勵祝福的 所以他也可以看他媽媽在那裡很開心 不過是他接受不到 他接受不到這件事是可以引導他去思想 就是說 把思想每次想到我失落的時候 都想回 其實你和媽媽都相處過很多日子 你都對媽媽做過很多好的事情 那些事情都是神紀念 你媽媽都會記得的 他在天堂都會記得的 他不會說不記得這些事情 他都會記得 所以你是做了很多美善的事情 你是好的女兒來的 你不用因為這些事情 而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些事情 你可以因為你所做好的事情 在你媽媽身上做過好的事情 而感謝神 而有些歡喜的 那就是我用一個好像明白他的心態去輔導他 我不是好像說 你不要憂愁 他在天堂 你是不是還那麼仇苦 那這個就是指控式 就是凡是說話 我才有說過 負面的說話 指控式是不會帶來好的後果的 反而我們從他的行為 去找出他的好的地方 譬如他 他會不要紀念他媽媽 這個是好的 就是他有孝順的心 我們都欣賞他 你有孝順的心 你很想見到你媽媽最後一面 然後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都說 你想不想能夠處理到這種的憂傷 或者對神的這種的憤怒 那他如果想處理到的 有很多說話可以幫助他 譬如說 他將來 即是他都會見回媽媽 現在沒有見而已 他暫別而已 他不是永別 他將來都會見回他媽媽 有很多說話可以說 其實媽媽心照 現在已經知道了 他最後沒有跟媽媽說的 其實他跟媽媽說過的 他媽媽也知道的 這些思想都是會幫他 接受到他媽媽的來世 不是淒涼 他自己都可以接受這件事 至於說神是否不好呢 那 即是可以詢問他 譬如知提犯 你覺得他早死是否代表一定很慘呢 是否早離世就是不好呢 那你媽媽在你去宣教的時候 離世是否代表神懲罰你 或者神保守呢 那這個是他的解釋來的 但這個未必是事實 剛剛到那個時候 你媽媽的壽命到的時候 就是未結了 那這個跟你去宣教是無關的 不過你是見不到他的最後一面 或者最後他的幫助 你做不到 但是你做過的已經很好 就是我們盡量這樣去化解 而讓他知道 我們跟神關係不好 反而我們受苦的自己 自己一直都受傷害 得不到神的祝福 反而我們接受到 人死亡不是一定的慘的事來的 那就會心裡面 又親近神的得力了 就是有很多這些人 其實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 素來就沒有看慣神的屬性和恩典 他沒有經常看到神有很多美好的事 他有很多恩典 經常都做在我們身上的 有很多人是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會對神是很容易負面 因為他沒有建立這種和神的密切關係 OK 有沒有回答到你 如果他想的我可以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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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多謝你牧師 OK 不用客氣 好 好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一起祈禱 結束這個時間 大家 親愛的顛負 感謝你 大家可以站起來 可以放鬆個人 享受神 主耶穌 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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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你最美善的 阿里蘇耶 神是最美善的神 神你所做的都是奇妙的工作 雖然人的苦難 但人世上有苦難 但是 但是,神在苦難中都幫助我們的 雖然我們基督徒都有苦難,但是我們親近神必然神父 給我們所有的恩典,求主幫助我們,專心仰望神 感激耶穌,多謝天父,讚美天父,多謝耶穌的大恩大愛 神你真美善,神你真美好,你有很多恩典賜給我們 你有很多福氣賜給我們,主要幫助我們,專心仰望你 享受你,也都深信當我們親近你的時候,你很歡喜的 聖經已經說了,我們親近你,你就一定親近我 神一定跟那些誠心求告祂的人相近的 神你一定跟我們相近,也都常住在我們裡面的 我們常住在你裡面,你就常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會多結果子的,就會時時結出各人的果子 求主詩恩祝福,多謝主啊,感謝主啊,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哈利路呀,哈利路呀,把重膽釋放出來 哈利路呀,多謝耶穌,哈利路呀,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好像把心靈裡面的重膽釋放出來 哈利路呀,讚美天父,多謝耶穌,哈利路呀,多謝天父 conversations a lot 悝悝悝悝悝悝悝悲�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